欢迎回到托狗粤大会 第五季二分之一 突围赛的现场 全中国有多少盲人 你们知道吗 800万 港盲犬200条 我想我等的狗 它在多远的未来 要不怎么这欧洲人 会做生意呢 是吧 这是一个王公贵族的传说 就像世界上 所有人都在买钻戒 我们呢 乾隆六下江南 陈次有了鸭血粉丝汤 李淡就是最大的困难户 因为你看我讲怎么生存 你给李淡 就得从头上的头给他讲起 你还得给他解释 人体是需要营养 但是葡萄酒加糖 不叫葡萄糖 太疼 太疼 我觉得姐姐一叫出来 是那种有自信 有能力 有想法 一出来就要乘风破浪的 我现在最多就是个姐 肯定叫慧姐 我都觉得哎呀 高看我了 叫赵姐就可以了 赵姐的中间 我们恭喜小辉进入竞技区 我可以说两句吗 有请下一组选手陆长 小加 北南 有 这个 请问老选手们 以下是去年总决赛的选手 你觉得你可以打败谁 总决赛 哎 总决赛去年要挣点人吗 哈哈哈哈 好吓人啊 不够打的 因为去年是智圣把我送走的 所以我今年打算送走智圣 对 所以 徐智圣贴好了 我们将要 公布三位的最终成绩 然后呢一人晋级上位区 一人晋级下位区 还有一位将面临淘汰 这第一个被淘汰的人就要产生了 这还真不好说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票情况 我对这个内容还比较满意 因为这可能也是我这两年 写的还不错的一段内容 我觉得也还行 我觉得我能准备到这个 可能也就是这个水平和状态 这一套段子 其实五到八十的样子 对 但是该有的点都有 但逗逗那个可能绝起满了分 对 逗逗还是挺稳的 哎呀 那我们恭喜逗逗 逗逗进入晋级区 逗逗上位区 逗逗下位区 恭喜恭喜恭喜自己 感谢没有必要的 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逗逗非常的棒 因为逗逗他演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 所谓你要等他 他一直都在这个高超跌起的跌起中间 所以他很棒 我觉得冠军有可能是他 嗯 逗逗是我另外一个心中的夺冠热门 就是那种哎呀跟你划骨绵掌 你知道吧 就是轻轻一点你就死了 就是很难打他他其实很好 成哥就是好就那样对 但他其实一如旧 嗯他应该能更好 但他不这么做 程璐很棒 程璐我觉得这一季 他焕然一新 之后会越来越精彩的 嗯 好的 到了一年一度赵小慧最精彩的 淘汰感言时间 我今年真没咋准备啊 我就没准备啊 但是我就是想跟领导说两句吧 这机会也不多了 我想问一下领导 今年的赞助到底是怎么回事 给我疗黄了 我希望我回去上班的时候桌子上有你的检讨报告 对 而且就是他处心积虑地把我调到市场部 就一直跟我说什么 啊 外面请的人不懂咱们公司 啊 你懂咱们的产品 你是咱们自己的员工 出去肯定不会说公司的坏话吧 哎呀 领导 天真了 哎呀 要不男人致死是少鞋 我从今以后你等着吧 而且我就是想劝我的领导们长点心 因为之前别人讲段子就是吐槽一下男的啥的 人家还知道出来反思一下自己 我每天就吐槽我领导 没有一个领导觉得我在说他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小慧 把他的姓说出来 回去还得混 这个才是你强项 你现在好好笑 真的 静姐 我觉得静姐是懂喜剧的 因为她每年都是淘汰以后 变得特别好笑 是吗 对 不知道为什么 你有几个领导啊 太多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小慧说她呢 是吧 可能吧 说谁你们还不知道 对 今年就确实是大家进步挺厉害的 我第一年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无所不能 去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能力有限 今年就觉得自己啥也不适 就感觉从我心态的变化也能看出来行业再发展 挺好的 但是我就是想说一点 我虽然就不太在意这个结果 但我也是精心准备的 你可以否定我的能力 但是不要否定我的态度 就刚刚那一段垃圾 它也是我精心准备出来的 可以 你可以有那一段的 怎么啦 小慧 对 并不感激 也不用替我找我 然后实战也就差个三票嘛 对 领导给你差三票 我走了 我去 行 谢谢小慧 好 明年再见 谢谢 大号是赵慧 那投尾秀去年是火了 你们能想象到吗 就连我这种 去年都能和邓伦同胎 冷静一点 我刚开始觉得没有什么的 不过就是一个男明星嘛 对吧 我呢只要做好我的工作 那天客串一个主持 问他几个问题 讲几个段子 我一定要让他 见识见识幽默女孩的魅力 但我没想到啊 他太帅了 他一上台 我就意识到完了 在美貌面前 幽默一文不值 而且我这个人很有礼貌 你问他问题 他会看着你的眼睛回答你 我当时就觉得 我 他对我是认真的 那天是个直播啊 我妈也看了 连我妈都看出来 邓伦看上我了 开心坏了 就把那个视频转发给我爸 那个视频的封面呢 就是我跟邓伦的一个合影 我爸根本就没有点开 因为他直接秒回了一句 女儿喜欢就好 我没有什么意见 爸爸 我也没什么意见 但人家粉丝有意见呀 当时就发消息给我 说 什么垃圾主持人 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还敢给哥哥递话筒 收给你打断 其实我自己也追星 所以我很能理解他们那种心情 但我还是有一点难过 回去广州以后就跟我同事抱怨 我说 他们说我是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丑八怪 我同事气坏了 他说 哈 雷普通发还不好啊 你们发现了吗 我今年非常放松 都已经敢开始议论男明星了 那帮人还想着挑战我呢 天真 他们都不知道啊 我今年呀 在我那个汽车公司的市场部工作 工作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当甲方 手上的项目呢 也不多 最近在谈的就是透球大会的赞助 早讲啊 姐姐我的心 顺利的话啊 我打算在那儿挂我们公司的logo 原来在那儿给我自己加个座 对吧 还打算挑战我 哎呀赶紧想想怎么在段子里给我加广告吧 我这个甲方的要求很低的 可以硬广 但一定要硬的自然 可以吐槽我 但是要明扁暗保 哎呀 到时候就站一排 爱跟给我讲一遍 我就看着 我就不笑 我都想要怎么点评他们了 嘖嘖嘖嘖嘖嘖嘖 嗯 哎就是个仨词 学会你就可以当甲方 这三个词 可你让你什么都不懂 就否定乙方的全部 对吧 而且我以前就觉得甲方好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当了甲方以后想通了 就是想要恶心你 我觉得 那我还参加什么图图围赛呀 我觉得那个座应该是给我留的吧 应该直接保送的吧 我都这样了 哎呀 但是我怕李丹劝我 说小慧老师 还得麻烦你来走个过场 要不我们这个黑幕不好安排 我说行 那我开个车上来讲五分钟广告差不多了吧 哎呀他说你不讲段子 我怎么拍灯呀 我说小李呀 不拍灯没关系呀 我就撤资呗 话说成这样 我一定要赞助了 你知道我每天 给我领导发消息 我说赞助的事 不能再拖了 再拖我这总冠军 都要给你拖黄了 他说不至于吧 咱们谈个赞助 又不是谈收购 再等等 我说等啥呀 你等我淘汰了 去保送你喜欢的王建国吗 让他带着我谈的赞助 站在我出资的舞台上 拿着属于我的内定冠军 完了还要在工作群里 at我 请大家积极转发 建国夺冠时刻 啥呀 我觉得我等不起了 就这几年 我对公司可以说 是兢兢业业 公司对我真就像白嫖 哎呀 把我掉了什么市场部 一开会就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呀 领导说 对 你有意见也不跟我们说 你都上外面说去 哎领导 我建议你不要挑衅一个信任你的女人啊 现在我跟你说我有啥意见 我觉得买车就要买绿源夜冷电动车 续航百公里品质保六年 哎反正话我都放出去了啊 你要是不想当赞助商 我就加入赞助商 绿源电动车 你等着收我的简历吧 谢谢大家 小慧 大家好 我是小慧 大小慧是不是之前那个车间女婚是吧 他甚至有事 啊 谢谢 对 还是很开心的 哎呀 今天是这个EV1V1比赛 你们可能不太熟悉 我太熟悉了 去年我就是这么淘汰的 去年我因为准备了淘汰感言 观众就劝我 他们说你知道你为啥淘汰吗 因为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所以今年我就没有准备 这个福气我绝对留给别人 今天这个主题是没关系 我也有病 聊这个心理问题嘛 我现在心里最大的焦虑 都来源于别人的评价 你就比如说结婚 我说我不想结婚的时候 长辈就老说 你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想结婚的时候 网友又会跟你说 你不看新闻吗 你还敢结婚 你怕不是有那个大病吧 所以搞得我现在就很焦虑 而且前一段时间 我去给我好朋友的婚礼 当伴娘 搞得我更焦虑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当伴娘 他就教我 他说伴娘很简单的 你就先堵门 不要让新郎跟伴郎进来 然后把我的鞋藏好 不要让他们找到 哎呀反正就是 不要让他们轻易地把我带走 我说你要是不想结就算了 我来干啥 是个替补吗 那你说去都去了 就给人好好干呗 刚开始就堵门嘛 然后我们几个伴娘 就用这个肩膀顶着这个门 我当时真的顶得可努力了 我就在想 是不是只要我够努力 我就能阻止这段婚姻呀 然后你顶着顶着 我就发现门峰有红包塞进来 你们知道吗 咱们那个习俗就是 伴郎把红包塞进来 然后伴娘拿了这个红包 就要开门了 他没有人跟我说呀 当时我看到红包的第一反应是 考验我 真的其他所有的伴娘 都去抢红包了 只有我还在那里堵门 我还给了妻娘 一个特别骄傲的眼神 说你看他们不行 只有我才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我堵着堵着 我就发现 我越努力 别的伴娘就越富有 最后这个力气实在顶不住了 外面的人就冲进来了 哇我就看着那群伴郎 那个胜利的嘴脸 我就好生气呀 我怎么这么蠢呀 就这个门明明就能反锁呀 当时有一个伴娘站出来 她说这样咱们搞点文明的 不要搞得太低俗 我呢准备了几个问题 如果你们都能回答上来 你们就可以把新娘带走 第一个问题就非常文明 她说如果你问李蛋有没有房 他会怎么回答你 答案是蛋说无方 你们知道吗 我当时脑子嗡嗡的一声 我就在想 不是不要低俗的吗 你说让你整得好好的一个婚礼 对吧 毁于一旦 而且那天就在那个喧闹的氛围中 我就突然啊 想明白一个道理 那为啥他们结婚 喜欢找未婚的人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刁难这个新郎 他们就是图个热闹 做做样子 只有对婚姻一无所知 才能那么勇往直前 你们想一下 换一群已经结过婚的人来 不用说堵门了 前一天晚上 伴娘就把门给你焊死了 那新郎跟伴郎啊 根本就不会上来敲门 可能站在小区楼下 围一圈开始抽烟了 想好了吗 这扇门一打开 你快乐的大门就永远关上 所以你要真的想刁难伴郎团啊 你就要找那种已经结过婚的人 来当你的伴郎和伴娘 也不太够 你要找那种啊 已经离过婚的人来当伴郎和伴娘 因为你们知道吗 前夫和前妻最擅长的就是刁难对方 到时候伴郎来敲门开门 你还知道来呀 你以为我想来呀 那你来干嘛 你说我来干嘛 我决定我结婚的时候就这么搞 一个红包都不用准备 他们就能给我热闹一整天 我那天想到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以后 我就非常的开心 我一点也不焦虑了 我赶紧给我朋友发消息 我说那个你准备两年啊 我结婚的时候呢 你也得来给我当伴娘 他说你不要太焦虑 你没有发现我决定结婚的时候 手里有个对象吗 所以现在呀 我不焦虑结婚了 我想找个对象 我以前就老觉得谁呀 也配不上我 现在我觉得也配不太上 但可以试一试 所以希望有志青年 可以来跟我试一试 谢谢小慧 爱几次 多好啊这段子 感谢小慧的表演 喜欢小慧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他投票 我们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三秒不够投吧 请锁票 我们现在呢 是不公布票数的 我们每一组三个人 都演完之后 再公布票数 让他多难受一会儿 我看大老师 对啊 还是以后很喜欢 但说无妨毁于一旦 对不对 这当然当然得给票 但是小慧 李淡现在脚脚坐着呢 他最讨厌心梗 你今天不怕 你就毁于一旦吗 不是 我都要快被淘汰了 我还怕他 我那才是真有病 行 我也拍吧 我不是 真的不是因为 喜欢那个破梗啊 就是开场不容易 支持一下 谢谢 我没有拍的理由 是我觉得不好笑 虽然我们都不是 成功的婚姻持有者 但是您这都没男朋友 您就 我觉得你多虑了 就是你太害怕了 你不够勇敢 你都没有 你聊什么 小慧 你是一直都单身 嗯 YYDS永远单身 对不对 我理解了 那为什么 就是什么样的男孩 才能追求到 追求到您的喜好呢 就是 1米8以上 活 没有外债 没有外债 然后能养活自己就行 这要求也不高啊 是啊 那是为什么 你自己长那么美 可能吧 感觉我们这种 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最喜欢指导别人的 婚姻跟爱情 倒也是 其实像我们这种 又结婚又离婚的 指导别人更不成功 因为没有成功案例 我们来看一下 得到了10票 看一下你的同事们 怎么点评你 在哪里 看看谁给你拍灯 谁没给你拍 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了 请问王建国觉得哪好笑 哪都好笑 特别逗 特别好 不是因为我听不太清 你们的反馈或者什么 我都听不太着 您都没听见 您就好啊 不是你们说话没听着 因为你们说话太不好笑了 他的我全听清了 特别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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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说什么玩意 你看 哎呀 你好可爱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小慧 今天的主题是爸妈 我就直说了 其实在我们家 有话直说的 从来都是我爸妈 我爸妈他们结婚 好多年才生的我 有一次我就问我妈 是不是你不用工作 觉得生活太无聊了 想生个孩子陪陪你 我妈说不是 我就想看看 我这个岁数 还能不能生 哈哈哈哈 我感觉我妈 好像从小就没有 搞清楚我的性别 我小时候看 别的小女孩摔倒了 妈妈就会在旁边 很温柔地鼓励她 啊宝宝 站起来 你可以的 我要是摔倒了 我妈只会说 站起来 别跟个娘们似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我上大学 就去学机械了 这种专业 你一听 就不是我自己选的 当时我妈说 要给我报 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是很反对的 我说妈 哪有女生 学这种东西 我妈给我的解释 是这样的 她说你懂啥 女人多的地方 是非多 真的 有道理 我学了这个专业以后呢 毕业就到广州 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工作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 唯一的好处 就是跟我爸 变得特别有共同语言 我爸也算是个工科生 他就搞建筑嘛 一年四季都在工地上 我现在回家吃饭 和我爸聊天 聊的都是我们车间啊 他们工地啊 人家都说 女儿是爸爸 上辈子的小情人 我感觉我就是我爸 上辈子的工友 我感觉我们家的桌子啊 椅子啊都很多余 我跟我爸就蹲在墙角 一盘花生米一瓶酒 我俩就能聊一宿 然后自从我把我爸 当工友看以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 和父母相处的秘诀 真的 你把你爸当兄弟看 你跟你妈的关系 会变得很好 因为人家都说嘛 好兄弟的女人 怎么看都顺眼 然后我的工友 现在也快退休了嘛 每天没事干 就喜欢给我发一些 十万家的微信文章 就去年冬天 广州挺冷的 我就买了一个电热毯 我爸听说以后 立马就给我发了 一个微信推送啊 什么细数电热毯 几大危害 有什么漏电啊 上火啊 最夸张的说 电热毯睡多了 会不孕不育 我当时就跟我爸说 爸这个文章 一看就是南方人写的 你记不记得在我们北方 有个东西 它叫炕 还不孕不育 我都不知道你们听完怎么想的 我好像是看到了一个商机 我感觉以后快捷酒店的 逐大房型 很可能就是温暖 电热毯 主题 大床房 他俩跟其他父母 其实很像 就是现在还在关心我 为什么没有找到男朋友 我是这么跟他们解释的 你们看啊 我虽然没有男朋友 但是我追星啊 追星这件事 我跟你们讲 和异地恋是一模一样 真的 面见不着几回 钱是一点没少花 我爸妈算是那种比较开明的 就不反对我追星 毕竟我单身这么多年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我 对几个男人这么有热情 觉得不能打击我的积极性 尤其是我妈 比我还关心那些男明星的状态 总问我 他们单位 能不能给他们交五显一金呢 就他们这个工作 有没有编制啊 就在我妈眼里 你再火的男明星 只要没有编制 就配不上我这种车间一只花 其实追星很辛苦的 追星很辛苦的 有的时候我大老远 去外地看演唱会的话 一路奔波 晚上到了那里 他们在上面唱一晚上 我在底下啊 喊一晚上 我感觉我也累 他们也累 我妈就总劝我 你看啊 一段感情 双方都觉得累了 那你就该放手了 但其实父母也有 他们自己的爱好 就比如说我妈 那些年广场舞 不像现在这么流行的时候 她特别喜欢 跳那种交易舞 就是一个漆黑的舞厅 抱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头 一大大 二大大 就那种东西 我妈当年绝对是舞厅杀手 真的 她跳死好几个老头了 我感觉她每个月参加舞伴的葬礼 比我现在参加同事的婚礼还要频繁 后来这个影响实在太恶劣了 我们当地舞厅就把她拉黑了 但是我妈不折不挠 开发了一个新的爱好 她去健身了 我那天还问她 我说妈最近怎么喜欢健身了呢 我妈还给我解释 哎 我听人家说了 健身教练 命硬 其实本来我的表演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结尾还是要点题 升华一下主题 那爸妈我就直说了 我祝你们身体健康 也祝我妈的教练平安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大家好 我是小慧 听说我是抬柱子 我工作之前吧 大家总跟我说 工作了 你就是个office lady了 你会穿精致的高跟鞋 小裙子 什么职业装 我可能是被骗了 我现在在广州一个工厂的车间里面工作 什么office lady 我就是个factory girl 我每天上班穿的是什么 工作服 防砸鞋 安全帽 真的 当然不是这种功夫啊 这种粉了巴唧的太娘了 我那个工作服我这么说吧 跟我老爷六十年前在车间穿的那一身一模一样 有一次我就穿着工作服去挤地铁 那天地铁里面人挺多的 但是大家给我让了一个位置出来 就这个位置里除了我 还有一个农民工大哥和一个保洁阿姨 你们记不记得老板五十块人民币长什么样子 我们三个站在那里 牧师前方眼神坚定 你就感觉我们头上还顶着两行字 一行是劳动最光荣 一行是还我血汗钱 然后我们车间就我一个女生 俗话说得好 一个人缺什么就喜欢炫耀什么 我们车间特别喜欢炫耀我 有一次年会 非要让我代表车间去表演一个舞蹈 手语舞 就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 后来我想通了 大家就是想通过这个舞蹈 让我告诉别人 女生在车间是没有话语权的 然后我们车间前段时间还打算拍一个纪录片嘛 然后那天领导特别兴奋地通知我 小灰恭喜你 结果层层筛选 拿到了我们车间女一号的角色 但是那个导演对我又不是很满意 就跟我说 能不能让其他女生都过来啊 大家都试一试 其他女生 这四个字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羞辱 我来车间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么过分的要求 我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说这个片子你能拍就拍 不能拍我们可以换人 不要因为你个人的喜好影响我们车间的进度 我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 你要是真想当这个导演 你晚上来我们车间 我给你讲讲戏 女生少还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上厕所从来不用排队 我一个人就有三个坑 我感觉我在里面就是精装修一下 按个沙发电视什么的 根本就不会有人发现 我也没想到我一毕业 就能在广州这种一线城市 拥有属于自己的20平固定资产 我们车间还打算跟隔壁车间搞一个拔河比赛 但我们这个拔河比赛有一个规则很别致 他说每个队伍里都要有一个女生 你一听就很针对我 我感觉我来之前 我们车间是没有资格参加这项比赛的 而那个画面你想象一下 我到时候如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跟对面的女生就这么看着 你感觉都不是来拔河的 是来约群架的 后面跟着我们十几个兄弟 到时候裁判一吹哨 他们在后面拔河 我们两个在前面抛头发 我那天想到这的时候我就很兴奋 我觉得一旦我赢了这场比赛 他那20平的厕所也是我的 然后运动会真的很麻烦 就我的男同事都是十几个人 竞争一个出现名额 我一个人参加所有的女子项目 什么跳远跳高50米100米 每年运动会给我累的呀 我倒不是说这些项目有多累 我就是觉得敢通告真的很累 然后每年我领导还要问我 哎呀小慧 今年四成一百接力跑 要不要试一试啊 我就想不通了 那和我上午参加的 一成四百折返跑 有什么区别呢 工作以后我还发现一件事情啊 就是影视作品 对女工人这个职业非常不友好 就女学生啊女白领啊 拍的都是什么青春爱情剧啊 职场励志剧 女工人 你们跟着我想啊 拍的是不是父母重男轻女 自己辍学打工 嫁给一个车间的技术员 不是丧偶就是被绿 最后没有办法一个人带着孩子 辛辛苦苦成为了一代成功的 乡镇女企业家 真的 每次一提到女学生女白领 你就觉得要么青春 要么专业干练 女工人 你就觉得能干 但是命苦 真的是 为什么没有编剧 愿意给我们这个群体 写一些甜甜的爱情故事呢 我也不想每天 跟我的工友们挤搬车 我也希望能有一个 高大帅气的车间主任 开着一辆拉风的敞篷插车 把我送到车间门口 然后单手就靠在那个方向盘上 告诉全车间的人 我的插车只有小慧能坐 我下车以后呢 他就会用插车的那个插 给我来一个爱的壁动 还要说一句浪漫的台词 小慧 开开心心上班来 平平安安回家去 然后上班嘛 到车间里面以后 他会温柔地给我系好安全帽 然后特别霸道地跟我说一句 我的女人不允许受伤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让我们欢迎来自车间的赵小慧 大家好 我是来自车间的赵小慧 突然这个三我是真的要不起 爱一个人好难 我觉得今天我最有资格讲 因为我就没出过对象 好多人都不相信 说你在车间上班 一千多个老爷们 你都找不着对象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虽然是我们车间唯一的女生 但我们车间 唯一一个 做了韩式半永久闻媒的人 不是我 这哥们太精致了 真的 他每次见到我都趾高气昂的 还教育我 女人嘛 长得漂亮 不如活得漂亮 我这些年 最稳定的一段感情 就是追星 这比恋爱潇洒多了 我觉得 因为这段感情 完全不需要对方参与 但是大家跟恋爱比起来 对追星还是有偏见 就我每次去看演唱会 如果告诉周围的人 我去见男朋友 大家还会鼓励我 一滴恋就要多沟通 你要是跟他们说去追星 好多人就开始酸了 哎呀真有钱呀 有钱没出花是不是 每次遇到这种人 我还要很耐心地 跟他们解释 很非常耐心 对呀有钱 羡慕吗 我觉得谈恋爱真的太难了 周围的人不是总说嘛 一个人谈了恋爱以后 智商就为负 追星压力会很小 大家最多说我脑残 我是一个独立追星人 我的主要活动 就是独自去看演唱会 有一次我刚买完 那个五月天演唱会的门票 我买了一个山顶票 然后我晚上就梦到 他们五个人站在我面前 就说了四个字 到前面来 我醒来以后 第一件事 就是把山顶票卖了 买了一张钱牌票 我还安慰自己 钱没了 可以再赚吗 他们想见我 我可是见一面少一面了 真的 那次演唱会啊 下大雨 我站在那里看演唱会 感觉都不是在演唱会的现场 我就是在看一个水幕电影 一群人穿个雨衣 站在雨里 摇着荧光棒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交警来查酒驾了 然后散场以后 大家那个劲过不去 摇着荧光棒挤在地铁里 还在唱终点站到了 我们就开始哭 世界真的有终点 太难受了 周围的乘客都懵了 还问我们 你们是不是喝多了呀 我还得解释 没有 就是看了一场55度的 浓香型演唱会 后劲太大了 有点上头 其实追星和恋爱一样 我也特别希望 自己这段感情 得到父母的支持 所以我每次看演唱会 就会给我妈发语音 妈你听 多好听 我以为我妈能听到那个唱歌啊 要么就是现场那个氛围 其实我妈只能听到 我自己一个人的尖叫 啊 我死了 啊 命给你 我妈每次都以为我被绑架了 而且对追星女孩来说 爱一个人真的太难了 我感觉全世界都在反对这段感情 演唱会的票你买不到 追星的价你请不到 买周边的钱你又挣不到 像我这种又穷又丑 还对他们死缠烂打的女孩 这些男明星的妈妈 能不能出来说句公道话 拿了这五百万 不要再纠缠我儿子了 而且追星 你要学习很多新的知识 偶像走什么路线 什么定位 新作品 怎么搞宣发 怎么维权 真的 我自从了解了这些以后 我跟我们车间主任说话 都非常有底气 我说领导 我作为我们车间上升期的小花 资源也太差了 和我一起来的同事 没有叉车证也有电工证 我什么都没有 还有啊 不要再让我去参加 车间的相亲活动了 我 赵技术员 只想踏踏实实搞技术 请离我的私生活远一点 多关注我的作品 更难的是 你跟粉丝们喜欢同样一群人 但是你们的想法可能会有差异 就有一次我去看演唱会 旁边坐了一个女生 刚一坐在那就开始补妆 还问我 你说阿信会不会喜欢我的口红色号呀 我说姐 咱俩今天是全场倒数第二拍 咱俩在他眼里就是两个马赛克 演唱会开始以后气氛特别嗨 又跳又蹦什么的 但是我那天有点不舒服 我跳了一会儿 我想我坐下来休息一下 我刚坐下来 他就喊我 站起来 阿信让你坐下了吗 我说姐呀 那上面是个舞台 又不是个讲台 那阿信又不是我高中班主任 会跟我说 你们在下面干什么 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倒数第二拍那个小慧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 你跟不上节奏 明明知道今天有演唱会 昨天为什么不遇系 演唱会还会说一些很煽情的话嘛 然后阿信就在台上特别温柔地说 大人的世界其实很好 你会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巴拉巴拉的 我都快哭了 旁边那个女生跟我说 咯 拉倒吧 我都快三十了 还没谈过恋爱呢 哎 你有男朋友吗 我情绪整个都被他打乱了 我说你别说话了 阿信让你交头接耳了吗 我觉得吧 对追星女孩来说 爱一个人真的不难 就是太费钱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谢谢小慧 三 二 一 请锁票 怎么样 余老师 有进步吗 感觉 这个特别好 他终于没说工厂里的事 对啊 我特别期待想听 他一个工厂以外的那个段子 今天终于听到了 小慧 因为之前一直都讲 他真实生活 在那个工厂里的事什么 这也是我的真实生活 你说的这个都是真事吗 对啊 就是做梦梦的 让你到前排来是真的 对啊 对啊 他还有一些更真实的 他不敢讲 那你做个最疯狂的是什么 就是追他 我觉得我算比较理智的 我都是心甘情愿的 我不是疯狂 说完这个话 我就觉得有大故事 你稍微讲一个可以分享的 睡机场啊 然后排夜排队 排很久 买票啊什么的 他讲过一些特别过分的 我能 不行 你走啊 我讲我又不拍 不行 不行 我们已经铺垫到这了 很难不听的 所以 这个我终于知道了 刚才听这些作品 就是觉得不太解恨 每个点都没说到最深处 可能就是有些东西 你不敢说 于谦老师说的太透了 他说啥 他说 那个什么有的东西 你在说 但是你没点透 可能是因为你不敢说什么的 于老师真的 你忙活了半天 别人家一句话就说出来了 他 这个真的是 他爱得太深吧 你知道吗 他是真爱 对那个 所以有的东西 点不到最深的地方 因为他很多事情 他有顾虑 咱们把他送走 好好说他坏话 好 来 感谢小慧 整个人帮助你大乱 小慧啊 就说五月天啊 我讲一个 大家别生气啊 这个就是 我觉得 这个五月天的歌迷 还是有这个心理素质的 他不敢讲 我觉得挺可爱的 不是那个 不是什么坏事 他就说 他每次去 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他都会全场 唱得特别大声 一直唱 我说 我们以为就是激动嘛 他说不是 我是怕阿信跑掉 被人听出来 难怪他出错 哎呀 他说 好烦啊 他 我怎么混了我以后 这段掐掉 不要播 不行 大家好 我是赵慧 你们好热情 是不是觉得 我出现在半决赛 特别突兀 其实我参加半决赛之前 我问导演组了 我说可不可以退赛 我说一个成熟的节目 肯定要有一个人退赛的 当时导演组跟我说 你这个咖位 不行 其实我也写不出来东西 今天这个主题什么 怎么选都对 我觉得这不就是随便 都行 都可以的意思吗 也不知道怎么写 我想了一下 我创作最大的瓶颈 就是 我的生活太平淡了 没有结过婚 也没有上过热搜 我感觉我到现在为止 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 就是高考和找工作 因为我高中学理科的 也不是我选择了理科 主要是文科放弃了我 我觉得文科太难了 你简大题写一堆字 一分都没有 你理科写个解字 还有那么有0.5分 对吧 然后你理科那些题目分析 他都告诉你 ABC都是错的 所以选D 文科那些分析总是写 ABC也对 但是D更对 我每次看完A 我觉得挺对的 但是我不敢选 我觉得等一等 我值得拥有更好的 我也是高中的时候 开始脱发的 我觉得就是蚂蚁森林 都能把沙漠变成绿洲 它能不能想办法 拯救一下我们这些 荒漠花的头顶 我觉得可以搞那种 就是你每天走一万步 然后就可以积 一百克黑色的能量 你机构一千克黑色的能量 就可以给自己 织一根头发 每天熬夜到凌晨一两点 就不要太焦虑 虽然脱发了 但是你可以去 偷朋友的黑色能量 帮自己织回来 然后就是毕业的时候 大家不是都面临一个选择吗 就是在大城市打拼 还是回老家等父母安排 我没有这个焦虑 因为我回老家 父母也安排不了 就我回老家 感觉选择更少 就是那些工作机会 已经被别人的父母 都安排完了 然后其实我找工作的时候 就特别不顺利 因为我挺不会面试的 我有时候真的想不通 这些面试官在想什么 有一次有一个面试官就问我 说如果你的上司 和你的父母发生争执 你怎么办 我就想我的上司 啥时候能跟我父母发生争执 我想来想去就一种可能 就是我上司 非要娶我 但是我爸妈不同意 还有那种无领导小组面试 你们参加过吗 我觉得这种面试特别叛逆 无领导小组面试的第一步 就是先选一个领导出来 然后这个领导 就会组织大家讨论啊 然后可能还会帮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结论 总有那么一些人 意见跟别的人都不一样 但是话特别多 还有那种人 领导都总结发言完了 非要站起来 我还要补充两句 就我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能被选上 后来我想通了 就是这种人在团队里 可能让其他的人更加团结 其他的人会背着他们 拉一个群 聚餐 唱K 骂他 我能被现在的公司录取 也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 这个无领导小组面试 我正式工作了以后才发现 我们团队不需要讨论 我们有一个领导 他说啥就是啥 也根本不存在 他说完以后 谁站出来补充两句的情况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谁补充 谁干活 然后我在汽车行业工作嘛 就很多人就问我 你怎么不去那个那个那个公司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凡是你们在街上能看到的车 不光是轿车 包括卡车 公交车 摩托车 我都投过简历 给我的答复都是 您已进入我私的人才库 我甚至投过弹总的公司 给我的答复也是 您已进入我私的人才库 就这次来录节目的时候 导演组通知我说来录节目 是这么跟我说的 就你一个人啊 来上海 包吃包住 李旦知道吧 就是我们这儿的 哎呀你来就行 来几天就能带你挣大钱 我听完我都不敢来 我觉得这是搞传销的吧 然后他们就 我就问他们 你们是从哪知道 我的个人信息的呀 然后这个导演组的人就说 从我们的人才库里 我说你可能不太清楚啊 我进过的人才库 比李旦喝过的酒都多 我就没见过哪个公司 从人才库里划了人才的 然后那导演组说 不是 我们这是个正经的线上节目 我说啊 现在这么嚣张了吗 当下线还要到线上节目去 说回主题啊 强行总结一下 就怎么选都不错 其实我觉得吧 有的选就不错了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大家好 又是我 这一轮没什么主题嘛 想跟大家聊一聊我 就是上了节目以后的一些生活 就我第一次来参加节目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跟领导请假 我跟他说 我去录一个节目 他跟我说 相亲节目吗 那你可以抓紧机会啊 我说不是 那个脱口秀 说脱口秀的 我领导说 啊我懂 超级演说家嘛 就讲一些自己的故事 就是你们这个可能好笑一点 我说那倒也不一定 我感觉这个节目啊 就是也不是特别知名的节目吧 但是我周围的朋友 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他们就感觉 我已经是娱乐圈的人了 就我那期节目播完以后吧 第二天 刚好我们公司领导开会 中途打电话喊我过去 我刚一机会一试 我就觉得气氛特别不对 几十个领导 做得板板正正 围观学习我那段视频 我就看这帮领导啊 有的看两眼 在本子上写点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抄我的段子 然后 有的领导和两个人交头结尔啊 讨论一下 然后最尴尬的是 我站在他们后面 看他们看我的视频 五分钟 没有人笑 我真的很想走到前面 按一个暂停 我说王总 李总 这里我觉得可能是个笑点吧 大家记一下 要是没体会到呢 我再给你们重播一遍 然后播出以后的第三天 我们食堂就开始放这段视频 我们一个食堂有五十多个电视 我们有四个食堂 我就像食堂的马赛克一样 我同事都说 都没看过这么下饭的综艺 播的第一天 我同事还给我发微信呢 哎呀 你在咱们食堂火了 然后第二天给我发微信 哎呀 我们还得看你几天呢 这食堂播了两天 那个小卖部的收银员都认识我了 我那天去买雪糕的时候 还跟我说 啊 你你你你 你是不是就是电视上的那个 哎 这个雪糕我请你了 我说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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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听人家说了 娱乐圈诱惑太多了 我说我得把持住我自己 但人真的是很奇怪 就是那个食堂 每天放我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尴尬 我吃饭都不敢抬头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不放我的视频了 我的第一个想法居然是 完了 我过气了 前两天还有一个领导来找我 说让我帮他的领导写一篇稿子 要求就是夸夸公司 夸夸领导 夸夸我们这个活动 当然了 要好笑 我说领导这个我可能有点写不出来 领导说哎 你压力不要太大 这个东西我们还会帮你改的 我们改完就好笑了 领导 这就是我帮你写的段子 你要是觉得不好笑 就自己改一改吧 最近我工作最大的变化就是 我换岗位了 我再也不是那个车间女工了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完了 人设崩了 这还没红人设就甭了 晴天霹雳 然后节目播完以后 就会有人来关注我的微博 其实节目组刚通知我 说要公布我微博的时候 吓了我一跳 我说你等一会儿 我先删一删我那些骂人的微博 我删了三天 我把那些骂公司 骂领导的微博清理了一下 清理完了以后 发现我的微博也清理干净 节目播完以后乍一看 感觉我自己好像长得挺多粉丝的 其实有一万吧 是我妈花钱买的 真的 当时节目播完以后 我妈问我 怎么人家粉丝那么多 你粉丝这么少 我说妈 这你跟谁比呢 就算你买粉丝 涨的粉 速度也没有这么快 这句话可能启发了她 我也不知道 她从哪找的这个渠道 真的给我买了一万粉 我当时真的不相信 直到我看到她跟老板的聊天记录 她跟老板说 这个微博买一万粉 最贵的套餐 这是我女儿 那个老板刚开始以为这只是一个有钱的亲妈粉 但是他没想到这真的是我亲妈 那个老板都被我妈的母爱感动了 说大姐你放心 我再送她两千 其实我最后想感谢一下广州深圳的一些演员 他们知道我要来参加半决赛了 昨天晚上决定 晚上11点钟 决定在酒吧给我组织一次改稿会 昨天晚上他们喝的一滩烂泥 我一个人改稿改到凌晨三点 一整晚啊 他们给我唯一有用的建议是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我是丑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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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